但江师傅怎样接触泰拳呢? 刚才说到都是你接触这个空手道 或者是这个泰拳道等等 怎样接触泰拳的呢? 这样说起来,我在香港那时候学泰拳 学其他东西,尤其是泰拳,都是学皮毛 因为那时候我练习泰拳,练了几个月 突然我的师傅,那个师傅叫阿Dude 现在已经过了身 阿Dude?是泰文来的? 是泰文来的,是叫醒来 中文叫醒来 在湾仔牵尼斯道那里 到后期呢,原本就放弃了 对于练拳这件事呢 我就去了,爸爸就说我这么胖 就说,不如你去跟你哥哥 去英国困住你 不准你再练武了 那么阴差阳错了 我在英国读了都不够半年 刚刚才说少少英文 那唐人街 吃饭 就碰到一个 那个船长 就看到我的手,有枕 他说,可以不可以摔摔摔摔摔? 江师傅,你手在枕 切出来 但我觉得他不会痛 很厉害 他的骨都爆了,他的手都起了 他说,哥哥 你手在枕,你练什么功夫 我说,我小时候什么都可以练 我说,我很喜欢的 又喜欢自由泼击 我说,空手道,泰拳 什么都可以练 他说,他这样 他有个教练 在英国唐人街 哇,他叫做杀人教练 全名叫杀人王 杀人教练 提人都懂的 叫做Steven Morris 摩尼斯 看到那个教练 六尺,一二寸高 很大只 他说,弟弟上来做什么 我说上来学习 他说,你指着我 你什么杀 你 即是 你敢上来这个练 你敢上来这个练 你知不知道我的大徒弟 他说,我的大徒弟 澳洲冠军 60秒 半分钟不用 30秒 半分钟不用 K.O.好走冠军 激到他 你敢上去 我说,这么厉害吗 我说,一个星期之后 我上来报名 上去之后 我就表演一下你 小孩 又横撑脚 又左直拳 又扫脚 他说,小孩 你花拳瘦腿 他说,这样的练法 你是打普通赢得 上擂台的 真正二高手的 你死了一条 然后他说 你应该怎么教我 他说,我怎么教你 今天开始练习了 第一天就练习了 睡了三天 第一天就练习了 两三个小时 就睡在家 睡了三天 你受不起他的训练 他怎么练习你 他呀 他只是体能 他什么都不用练习 你跟我练习 他只是叫我跑步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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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不同 古灵精怪的动作 最辛苦的体能 都不知怎么能受到 那练习之后 他说,你不用了 你也不用了 我估计你也不用知 再可以上哪一间館 但是我們這樣說,可能觀眾未必知道 因為可能他未上擂台 不知道你真的運到擂台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面對著對手 你只是想到一件事 早前我多跑幾次步,練多幾次手把 每次都會有這件事 但是兩位師傅,記不記得你第一次上擂台 打擂台的感覺和經驗是怎樣的呢? 其實每個人第一次打都害怕的 我感覺每一個運動員踏上擂台第一次 沒有30%的功夫 師傅記的東西大部分都忘記了 因為緊張到,有一個很少的卡通畫出來 就是那個人出場的時候脫衣 原來他還沒穿褲子 緊張到他還沒穿褲子 只有護音罩而已 證明那個緊張度 根本看不到東西 所以看得到個人對手 有些連對手看不到眼睛都花了 所以第一次能夠 首先作為老師的教權手 定經 他怕就發揮不了 很難不怕 那為什麼不怕? 就是日頭份量足夠,自信 你日常練的份量足夠 打的對手類型多 比如你的館裡面可以有些外國人 更好 打怪外國人 不同組別 不同級數 不同類型 不同國籍 你是不是見多會說 你見到誰都不怕 除了對著媽媽的時候害怕 對誰都不怕 媽媽的時候你沒辦法還手 那你怕什麼? 所以盡量讓他多拿一些經驗 有時候還未正式上台打戰 帶他去自由行 在其他館交流一下 這個是進步的模式 是好的 不同館交流是一個進步的方式 打打就進步了 其實沒有天分之一一部份 最重要是你夠膽嘗試 而且夠膽一定要練 要吃苦 江師傅說 你不吃苦 這個世界沒有不好的武術 只有不好的人 你不吃苦就沒用 你謙不叫 江師傅呢? 你第一次上擂台 怎樣打誰? 第一次上擂台 你說是正式的職業比賽 即是當年真的是正式的職業比賽 即不是業比賽 正式的職業比賽 就在英國 我在七、八年打英國自由普擊錦標賽 當時後來我就贏了亞軍 在七、八年 但其實你之前已經有很多作賽經驗了 是,有很多業餘的比賽 已經打過了 你有沒有試過打傷人 醉傷打成怎樣? 我打傷人 是的 我記得有一次在 在我的教練安排之下 剛才那關說 那位殺人教練 安排之下 Morris嗎? Morris 我一個人 那天打了十個回合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就對印度人 印度的運動員拳手 打了五回合 五個回合就是我第三回擊了他 之後就打了一個子彈 他的名字叫做 黑人 黑人 當時我第一回合就不小心 被他中了一拳重拳 就打到整個躺在地上 即是那個 他已經被人數了 一、一、二 差不多我打算起不了身 後來我想一想 哇 自己練了這麼多年的武術 這麼多年的心血 去苦練體能 如果這樣 我反映就有一套輸給他 我怎麼就欺負自己 我就拼命地爬起來 接著 繼續堅持地跟他搏鬥 打到第三回合之後 那我在那邊的時間 休息的時間 我的教練跟我說 阿剛 如果你這個回合 你不KO他 你輸怎麼數的了 他在跟我說這幾句話之後 到第四回合開始 一向我中了時間 我就 好像失去腸 失去腸性 你說得對 我就放棄了 用拳 用腳 我捉著他 用泰國的膝撞 連氣撞到十八膝 最後三肢是向我頭部撞下去 接著 頭一撞下去的時間 噴了一聲 噴了一聲 血 血 血 整個頭好像 噴一聲 血擠我上身 但當時 我的感覺 不是殘忍的 是我贏了 那對手 劉美 躺在台上 我KO了他 那他有沒有死 沒有 生存的 十字尺 你這樣打 血噴出來 我瘋狂了 因為我喊個好勝 是 如果我不好勝 我就不可以去打擂台 不可以拚 不可以贏 江師傅的環境 比較我有緣 因為我出來的時候 香港沒有公開武術賽 國術都沒有觀摩 我們打那些半地下式的教授 那我跟著呢 教授那些打很多 打打打打打外派 當時香港最多打的打打就是 因為他們實際經驗不夠 我們打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有腳 踢到一把腳就不能站 他們不熬斥 但是 到頭來 自己一做了 入了政府 就沒辦法 揹著整班火警 我70年代已經做官 變成了 環境運作 我似他這樣出去打 其實很想打 但沒辦法 公開打 唯有三文門打 是不是公務員不可以打你 如果你做一個督察 帶著幾十個職員 夥記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弄一隻熊貓眼上班? 這也不是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是督察 扔著幾十個公務員的時候 你出來打輸了的時候 你不敢上班 這是一個問題 這麼丟架 但是較早前 譬如未有這麼正式公開比賽的時候 當時聽說上樓台打的那些國術 打國術那些 打得比較參差一點 有一件我聽過在澳門 在澳門的 有兩個很出名的大師級打的 那個吳恭義陳特夫的 原來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當時… 阿恭師傅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聽聞過這件事 當時隔光罵字罵了 通常都是一些徒弟說話 就說你那門不行 你的師傅不行 那整整些東西 火就向上燒 燒到最後 大家就耳母會友 陳克夫先生就代表白鴻牌 但他有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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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現在應該還在我… 去年還在澳門見過他 我特地去拜訪他 還在山? 他是一個也是武術奇才 當時是從太極派的五公而打的 是 那場比賽打了不夠五分鐘 不夠五分鐘 當時在澳門那個新花園 那邊就很虛陰 爆了 名樓都開了 那香港有個影視的紅星在台邊看 看完一見出血就暈了 客人都暈了 誰呢? 不要對著鏡頭說 以傳中口 因為緊張未見過 那怕弄出人命 那主犯者立刻停了他 其實就好少少有鼻出血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吳公義一個邊爛槍打過去 陳股剛進去就打中鼻子 打中鼻子 那鼻子就飆血 其實打一拳 那很正常 很小事 我們現在來看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們本年都經常見血 但當時又怕出事 就說打的時候不准起腳 那他一中拳就緊張了 緊張的時候 打開就出腳了 一出腳就不要搞 怕出事就不准打 那這套片現在都有人看到 網上都看到的應該 那很多內行人看 就說那些技術 是中國武術的一個 令人一個很大的疑問 到底是否中國武術 應該這樣打法 那這個不是我批評的 範圍內 那大家見仁見智 但我發現 這間打擂台的風氣 普及了之後 水準是高了的 但不排除以前清代 經常打擂台的很多高手 因為他打多就厲害了 不是說代表 因為香港始終政治環境 地理環境不同 那現在的水準呢 我們面對的是世界 世界強得很厲害 現在我們真的要急起直追 其實說了很多這些經典人物 我心目中很多想問你們 譬如江師傅 你有學過空手套 那空手套大家知道 在日本有一個極出名的 就叫做大山培達 他就自創這個極真空手套 那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那時候有個閃電手奔 江師傅經常跟他交了手 很多關於拳擊界的名人的日事 我真是恨憎 我留了明天才問 當時很多人想知道 究竟我厲害 一陣子是周比利 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大家就安排 這場比賽是我和他對壘的 另外有一場更加厲害了 就是江師傅和閃電手奔離打 但當日令我很失望的就是 錯會違反他和我考囑上的 答應我奔離說可以打 拳腳爭失四樣東西 他違背了樂業 究竟Tony渣真的能不能打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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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